電視器拍下 3號三陀二颱風 登陸高雄時刮起強風 店家的布條也隨風狂飄 下一秒突然有鐵皮屋不敵強風 竟然硬生掉落地面 讓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 那風那麼大 我稍微大一點 那時候我們就在這邊 我們又聽到蹦一聲 蹦一聲 對啊 然後就馬上出來看 就看到那邊 那個大概就是颱風 也剛過的時候 不是瞬間起風那一陣風很大的時候 這個地點就發生在高雄鳳山 當時這個鐵皮屋砸落後 殘骸木片散落一地 幾乎覆蓋整個路面 從空拍畫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這一棟公寓頂樓 鐵皮屋不敵強風掉落 結果被捲到 砸中對面一樓住戶 導致他的摩托車腳踏車被砸爛 哲宇棚跟門也嚴重凹陷 那個算輕微說他沒有 他是傷到哪裡 又傷到有稍微回到而已 沒有很嚴重 人都沒事 就只是採損比較嚴重而已 受災護林先生也相當的無奈 因為事發當下 鐵皮完全把家門擋住 外面風雨也很大 讓他們都不敢出門處理 只能等到對面屋主出面 把鐵皮親走 40年的屋嶺的也有年紀了 還有長期曝曬 因為屋頂日曬雨嶺的 很快就很容易久了 還是會有一定的危險心災 不過住在附近的民眾也表示 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覺得很驚訝 都在住宅其實我們感受的風量 通常都不會太大 對 這次例外 這次山坨颱風來襲 不只讓鐵皮屋被吹飛 霧砸到別人家 還真的是禍從天上來 屋主自己恐怕也沒料想到 東三新聞蔡上林在高雄採訪報導 山坨颱風橫掃高雄 許多露術不敵強風紛紛被吹倒 一大早清潔人員就加緊趕工 要將露術都清除掉 山坨颱風的災後狀況 現在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記者持續為了守候在高雄市這邊 這裡是高雄的四維路 也是重要幹道之一 由於路數倒塌狀況嚴重 已經影響車輛雙向通行 現場也拉起封鎖線 避免有人誤闖 大型看板也吊在路中 業者加緊趕工 避免影響交通 路有很多人拼了 拼了我就來處理 要改了 我今天已經早三四晚了 不少店家住宅的帆布 招牌採光罩等等 也被搶風鮮飛吹破 業者一早就出動忙進忙出 維修電話接不完 電話都接不完 都不敢接了 日期都大概排到多久了 不一定 先叫的先坐 對… 所以 我們最快這個禮拜 或這個禮拜都把它處理掉了 國外有出來 我們有出來專機出來 我們有這禮拜到處理 也得甘甘得 招牌業者也表示 平常他們只要有出車 一車的行情價大概就是一萬元 如今山陀爾颱風造成重大災損 老闆也很阿薩利免費幫忙清運 古堡 還有浴室 還有一個抹水 就是洗顧布 在高雄大社也因為三號淹水 加上晚上停電 民眾也趁著天氣好轉 趕快清掃一下 對啊 就早才清 有沒有 沒有 台語比較高 採訪過後 高雄民眾動起來 請李家園 希望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恢復往日生活 東山新聞 溫彥君 蔡孟俊 吳建毅 蔡雙全 林炫君 在高雄採訪報導 好 主管先試一試 因為它這個很輕 沒什麼動量 應該就不會有什麼摩擦力 一包一包的塑膠袋 裡面裝滿生活用品以及食物 警銷要將物資綁在繩索上 以吊掛的方式 運送到山上 可以拉了 可以拉了 會耗費這麼大力氣 就是因為這裡唯一的道路 被土石流阻斷 這裡是新北瑞芳 瑞兵路的原住民部落 阿美嘉園 道路遭堵住 讓嘉園暫時成了一座孤島 就連山上居民要下山到醫院洗盛 都得用吊掛的方式攀登山壁 大家有覺得終於等到了嗎 對 幫了幫了幫了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阿美嘉園唯一道路 三號下午發生坍塌 一整片土石不敵泥流威力 從山壁上直接滑落 堵住了整條道路 土黃色泥泥 夾雜著巨石傾斜而下 阻斷了道路 從上方俯瞰還能看見 整片山壁被沖刷到光凸凸一片 雨水沖刷形成的泥流 也不停流動 巨大防護網直接掉落在邊坡 還有巨大石塊 直接悬在山坡的邊緣 由於阿美嘉園不是土石流警戒區 因此沒有撤離居民 居民的部分目前 有87或180人在上面 那安全是無益的 那物資的部分 當局這邊會來協助運送物資 然後進到我們部落裡面去 參觀單位持續關心 賣力運送物資 再加上施工單位加速搶通 希望能盡快返給居民 安全的居住空間 那是旅國寶在新北報導 從空派畫面來看 整個停車場滿目窗移 巨大鐵皮和鋼鋼駕 壓在車頂上把板筋壓凹 沾駝兒12級強陣風 吹仙鐵皮屋頂 砸在後方停車場 現場至少有10部車以上 都成了受災婦 颱風眼剛過近高雄 車主就跑出來檢查愛車 眼前這場景性都碎了 你們是有接到消息嗎 沒有 都完全沒有 我們這停車場 也都沒有聯絡我們 是喔 我是月珠的 這很嚴重 這台也超嚴重的 這個是哪裡來的 這事發就在高雄市三明區 頂中路的一處停車場 鐵皮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繞到前面看一整排店家 早餐店 速食店 娃娃機店等等 鐵皮屋頂全都不見了 店面也一片狼藉 身材工具四散 凌亂不堪 這怎麼秋草啊 不知道在看地主怎麼處理吧 我在猜他這邊可能同一個地主 那今天他做的這個鐵皮屋 結構不好 所以才會造成他的浪板鐵皮 那剛跟我飛起來 飛起來就這樣砸過去 沒有 我的認知應該是 可以跟他們的手臂 山陀颱風威力有多驚人 帶你來看到在高雄 掃港機場旁邊的 這一處停車場 那麼畫面中看到的 就是停車場的現狀 原本是這風擋雨擋太陽的鐵皮 如今全垮了 壓在車子上 當風玻璃碎裂 板金凹陷 大約有十多部車輛受損 有的甚至還受困在鐵皮下 趕緊叫來大型機具清理現場 業者表示停車場有投保意外險 這些車損會申請保險理賠 颱風天 車停在戶外停車場 又遇上這麼大的颱風 風險本來就很大 車主自己若沒保到以示嫌以上 部分修車費恐怕只能自掏腰包 東森新聞南部中心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看到了高雄有不少車輛 都被壓倒的物品給壓壞 我們也實際來到修車場 就發現好多車子都開來修理 現場連線給記者蔡孟俊 孟俊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來關心山頭的颱風的 後續狀況了 現在記者持續為你守候在高雄市的一處修車場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邊有好幾部的車子 全部都是要等待修理的 有一些的車子它是因為擋風玻璃受損 有些車輛是A柱和B柱受損 甚至還有那種玻璃碎層之處網狀的狀況 那我們就來問看老闆的說法 老闆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幾天大概有多少輛車子來修理 今天是第一天嘛 大概可能有二三四台的 都是因為板金跟玻璃 跟著輪胎破掉的車子比較多 目前因為量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不敢接那麼多車子進來 所以基本上今天有二十幾台要等著修理 對 它受傷的地方都會有多少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玻璃 玻璃破掉 因為有廢物撞到 或者我們的板金 板金傷到 最後是板金傷到 板金的比較麻煩 不過有時候我們先把它換上去就OK了 對 那現在這樣子 就是可能材料叫不到的話 會不會覺得好像有點不太OK 沒辦法 因為這次的損壞的車子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的量可能沒那麼大 等於說我們車子先把它密封起來 然後等待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再去幫它處理 這樣子下去比較安全 對 OK 我們又一聽到現在老闆 他們是比喻被奔命的 正在修理這些車子 那就是因為這幾天的山陀兒颱風 對於高雄地區真的造成了不少的傷害 那麼現在也有不少的車主 是紛紛要來這邊修車 那也期望他們趕緊把車子給修好 那麼以上是來自高雄市的最近現場 先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彭麗出播 最後一期的零件訊息 要來關心山陀兒颱風 昨天從高雄的小港區登陸 有一家停車場的前後只有十分鐘 硬體設備就被摧毀了 有十多輛車受損 而目前現場的最新狀況 雷仙記者 董益賢 山陀颱風威力有多驚人 帶你來看到在高雄小港機場旁邊的 這處停車場 那麼畫面中看到的就是停車場的現狀 因為在昨天颱風來了之後 那麼似乎就把這個地方 幾乎是把這些硬體設備弄得都全毀了 從畫面中看到了包括停車場的棚架 那麼甚至有一些都已經是東倒西歪 甚至是全島 目前有好幾步的吊車 還有怪手進駐到裡頭來進行善後 那麼根據業者告訴我們 其實在昨天這個颱風經過的瞬間 大概前後僅僅只有十分鐘 他們的監視器全都按下來 因為所有在停車場內的設備 幾乎都被摧毀了 僅僅只有花十分鐘的時間 那麼比較慶幸的是 業者在這個颱風來臨之前 有部分的車子都已經是移到其他的地方 那麼現在目前知道的 僅有十多部車子受到毀損 那麼甚至連業者自己的 這個載送客人的車輛被鐵皮壓到 不過還好根據他們估計 這維修費不是太多 那麼現在只能夠趕緊將前面 還有後面的這些鐵皮為離 通通都給先拆除掉離現場 之後才能夠來進行善後 那麼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 山坡颱風來到高雄 小港從這裡登陸之後 可以說是所到之處 都是受損相當嚴重的 這是目前我們在現場 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主播 狂風暴雨中 民眾拍下對面公寓的頂樓鐵皮 幾乎正片被拔起散落在地 不僅雜重停在一樓的車輛 甚至還拉扯電線導致走火在雨中 不斷冒出火光 公寓人員一早就開始動工 出動吊車一點一點 輕力拆除鐵皮 身躲在高雄多處刮起 十幾以上強震風 人物區是重災區 從空拍鏡頭看 華北街這一處名宅鐵皮定家 不只被吹鮮露出了大洞 樓下鄰居好幾戶的窗戶 都被波及 這樣整個都爆掉 爆掉就整個社區都沒有電了 這麼一閘也引發附近大片區域 從3號下午2點停電至今 造成居民不便 不只要加速腳步清理 還得加快腳步搶修 可以看到我旁邊有胖似了 大量的鐵皮屋 鐵皮屋頂 那其實這個屋頂 都是當時山陀的颱風 被吹陷下來的一個鐵皮 人物區由鐵皮為 漸近11.8萬件 在這次的風災的肆虐下 造成重創 但上一次凱米颱風淹水的苦痛 人物區的民眾這一次 也沒有逃過 被拿他的那個招牌 很大片 背來背過去一個 然後又掉了另外一個 淹到裡面 整間房子都是 有店家提供監視器影片 可以看到就算做了防水閘門 水越淹越高還是敵不過清洗 不少人一早就來買清潔 用品和飲用水 需要慢慢重整家園 東森新聞 觀察雙全滿玉蘭林順居採訪報導